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平时假密我就喜欢在家煮菜 因为我觉得当你煮食的时候 其实和紫费是很一样的 因为都是讲timing 都是讲sharing 所以也是很假密的一件事 我的座右铭就是每一件事都要做到最好 因为我以前的老师是很严格的 他就跟我说了一件事 他就说观众永远记得你最差那场音乐会 所以每一场音乐会都要尽力去做到你最好的那面 我想一个给澳门读音乐的学生的一个建议 我自己其实也是通过不断的自己摸索 跌低起身 有什么困难呢 就可能找老师请教 虚心跟别人学习 那这个我想是我能够给到你最好的advice 因为学音乐每个人都要找自己的路 如果你跟着别人的路 你不会找到你自己的艺术方向 其实我和澳门读音乐团合作过很多次 一开始是用钢琴家的身份 所以我都不记得了 因为真的很多年前开始了 最难忘的一次 我记得是在大三巴的时候 因为是在露天 那我就在弹着黄河协奏曲 为什么难忘呢 因为在弹着有只猫走上台 一直绕着琴 不停转了几个圈才肯落回去 那这一次我想是最难忘的一次经历 其实今次这个音乐会 因为庆祝Bernstern的100岁生日 一个特别的音乐会 Bernstern其实可以说是我不同时期的一个学长 因为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我记得我进去这间学校 右手边第一幅相 就是Bernstern当时读书的相 一直都上了一次他去专场音乐会 刚刚今次有这个机会 就可以和澳门乐团合作 这个选曲方面 我就选了Bernstern 比较出名的几首 艺术和ballade 但是我自己也会弹一首很短的 Gershwin 因为Bernstern自己也是钢琴家 他还很喜欢一边弹一边字 这也是我觉得可以带给澳门观众的一份礼物 今次这首Gershwin的Rhapsody in Blue 我又要弹钢琴 也要是兼顾指挥 其实是挺难的 因为当你指指下的时候 你又会忘记彈琴 彈一下又忘记记了屋子 但是之前我都演出过这首乐曲 也是多谢我挑战 希望大家会喜欢 接下来2月24日晚上8点澳门文化中心 到时有我和澳门乐团的音乐会 希望到时见到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镜里面 感谢观看